《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走 走吧 这 进层家的 三秀媳妇 你才回来 这又是上哪儿去 出趟门 上哪儿去 有点事 进层家的 现在没鬼子了 解放了 也没国民党了 你还上哪儿去 再说了 岁岁也该上学了呀 是 是 出趟门就回来 到底什么事啊 咱装装能帮上忙吗 不用帮忙 就一点小事 俺走了啊 走 走 走 哎 哎 我说 你都歇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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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俺 等着俺 过些年 俺就找你们去 抱着 同志 铁毒吧 好 来 铁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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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大妈您刚才说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人叫王晨光 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吗 那可难找了 那个时候在我们灵异地区住过的部队可是太多了 您不知道部队的番号让我们上哪儿找去 对不住了 你就把俺找找吧 俺有重要的事找他呀 能不能告诉组织上 让组织上帮你们转达一下 要不你们到军区去找找看吧 王晨光是部队上的人呢 你们到部队上找肯定要比这儿方便得多 您说是吗 大妈 好 好 您上哪里去啊 娘 俺不能这么等着 俺得找他去 您上哪里找他去啊 娘 俺刚参军那会儿路过一个叫陶家娃子的地方 他跟俺说 那里离他家不到三里地 还有一回他跟俺说 他家就住在南谷头 南谷头大着呢 沙那边都是南谷头 他家在哪个庄 叫什么 你知道吧 知道 那你怎么找呢 你就是找着人家了 你跟人说吗 可俺一定得去 娘 猛亏是个肚子 他要是真死了 那就剩他娘自己了 得有个人照应他 最重要的是 猛亏他要是还活着 他家里人肯定知道 俺得去 你这还没嫁人呢 你跑到婆家去算怎么个事啊 俺那傻孩子 娘 俺一定得去 去 命 满心思这就是你的命 你想去就去吧 去吧 你到那边 不管孟魁是死是活 他的娘就是你的娘了 好好笑识人家 记着了 记着了 去吧 你不可能 我宣传吧 你不想要 想要的 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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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要吧 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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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地找吧 沈子 你这里有个叫孟魁的吗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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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娘 吃菜呀 你别叫俺娘 娘 俺不是来找孟奎的 俺是来找你的 来之前俺就知道 孟奎已经死了 你就他这么一个独子 他没了 你一个人怎么过呀 俺是来提孟奎尽孝的呀 娘 别叫俺走 叫俺留下吧 你在这儿 老让俺想起俺 这心里 挺难受 你赶快吃完饭走吧 娘 你看这天也黑了 你能让一个人走夜路啊 天太凉了 家装被子 哎呀给你添麻烦了 辛苦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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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俺能问你个事儿吗 问吧 啥事儿啊 孟奎 是什么时候死的 去年 正月初八 寄到的死讯 有阵亡通知书吗 有 就是接到了通知书 才知道他没了 那通知书呢 能给俺看看吗 哎 就那么一张纸 人没回来 我就把他 跟孟奎的衣裳 一块儿烧了 闺女啊 你对孟奎 何必这样呢 你年轻 长得又俊 再找个 又啥男的 娘 就算孟奎没了 俺也不找啊 娘 孟奎在家的时候 你没给他 说下个媳妇啊 说了 他十三岁 我就给他说下了 后来他长大了 巴龙军来了 他就坚决不同意了 非说要自己找 娘 那孟奎提过俺吗 没有 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快睡吧 明天还得赶路呢 大娘 来 喝水 是 叫王晨光 哪个部队的知道吗 那可就难找了 整个军区有好几万人呢 你把俺找找吧 俺有重要的事找他呀 大娘 不是我们不帮你 而是实在没法找啊 你说这怎么办 娘 看开了一定重 不重重办 姑娘 你帮我找找吧 还有重要的事找他呀 大娘您先别急 要不算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 我们找到了就通知你们 行吗 谢谢你啊 领导 大娘 我不是领导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你们先回去等着吧 谢谢老二 走吧 娘 我不是领导的吗 我老是领导的吗 我也想说 我只是领导的 你放心 俺对娘 肯定像对俺亲娘一样 梦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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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俺走了 走吧 娘 梦魁他真的死了吗 可是为什么 安心你却觉着他始终还活着 那是你还没忘了他 娘 孟魁真的就从来没提过我吗 没有 娘 这是什么 他没死对吗 娘 娘 你为什么要忙啊 你为什么忙啊 他知道肯定会回来找他 所以才把这些放在这儿 你为什么忙啊呀 他在哪儿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他在济南 荣军医院呢 按这儿就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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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 长着呢 俺就怕这一辈子太长了 你受不了了 到那个时候 你要把梦魁给扔了 他可就更惨了 荣 我还怕 还怕他不要俺来 荣 你放心 俺这儿就把他借回来 咱三个人好好过日子 等着啊 那儿 大娘 大嫂 你们原来没走啊 没有啊 怕你们找着了她 再找不着俺们 给你添麻烦 你找着了吗 对不起 我以为他们回去了 老乡 你们到底要找谁啊 王晨光 他是你们什么人呢 那年 闹鬼子的时候 他在俺们村住过 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 什么事 能告诉我们吗 你妈能告诉我们的 告诉我们 这样我们也好帮你们呢 有人图案 给他烧了封信 那把信交给我们 我们想办法转交吧 人家让俺亲手交给他 是谁让你们交的 一个也在俺们村住过的女兵 他呢 他怎么不自己交 他死了 叫鬼子 杀死了 老乡 来 随我来吧 喂 请给我接下王灿蒙 王灿蒙 尽快地帮我查一下花名册吧 什么 哦 叫王晨光 一九四零年在麻木池庄待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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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有没有啊 尽快帮我回话 好 谢谢 大娘 大娘 来来 我来 我来 你这孩子 让我来 让我来 拿走进屋 我呀 不能光吃闲饭哪 好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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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找着了 找着了 是啊 在徐州呢 真的 真的找着了 是那个王晨光吗 是他 没错 一九四零年在林仪 他还记着给你们家孩子看病的事情呢 他说当时用的那个盘尼西林 是用的卢蓉环同志的 是的 就是他 他在哪儿啊 大娘 在徐州 离你们那儿并不远 我们首长说了 正好我们部队明天有辆车去徐州 可以烧你们过去 大娘 谢谢大娘 爱说什么来着 这一路上竟碰上好人了 大娘 不回来 也不能 没识 很久 很久 嗯 不回来 大娘 都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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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个非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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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还在家里等咱来 好 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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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回家 回家 团聚了 三心家的是他吧 没错 就是他 是他吗 他多少年没见 人家长得越来越年轻了 就是王大夫 多俊呢 碎碎快 给二人跪下 跑不通 姐姐 你们这 你们认识俺们了 这个孩子 碎碎 俺们家碎碎不是你救的吗 大牛大嫂 是你们呢 找到你了 来得正好 快点去吃喜囊 不了 不了 身上脏 见不得人呢 王大夫啊 我们来是给你送封信的 送信 谁给我的信 中慧 中慧 哪个中慧 中慧 你怎么给忘了 那个 这是我以后 老是 你这时候 我给你帮你帮我 那天 我来帮你 我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来帮我 招下 别人 我来帮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帮我 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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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爱像春风在开满鲜花的大地上鼓荡 我已经不在了 你忙碌的身影依然在我的脑海中回忆 担心你的身体 担心你的健康 担心你的安全 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没有勇气开口 这次我终于有机会用这种方式告诉你 我还在担心你 我还在担心你 老李 老李 昨天来的三个老乡住在什么地方 小孙 到 昨天马文驰来的那三个老乡 不是你安排他们住下的吗 是 就住在我们招待所了 那太好了 你现在带我去 不用去了 人已经走了 走了 是啊 说是赶着回老家 天还没亮就已经走了 没事啊 怎么 小王 怎么了 娘 俺听说 人家那些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 都还有活着回来的呢 俺们回去等着 也许啊 他们也会回来 可是人家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三小家 只要我没有死去 信儿 咱们就当他们 还活着等着 赶快回家 种好地 喂好猪 送岁岁上学 等他们回来啊 咱们一家人 团团圆圆地过日子 哦 你多多了 赶快回家 快回家 你多了 你多了 我没有碰到你了 好啊 我没有碰到你了 我没有碰到你了 王家卫国 王家卫国 一人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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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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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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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慌慌慌 全装就听你个大嗓门 娘 报名当兵了 这回走得更远 要去朝鲜呢 狗子 回头拿点种子 给你二姐家送去 今年天旱 他家没人下地 也没留下种子 娘 看你吃了饭怪气 敢要去当兵呢娘 敢去报名 村长叫俺来问你 敢去上的同学 回村报名 谁都不用问 非叫俺问 狗子 算今年不报 明年再说 先吃饭去 娘 咱借您不报 我 咱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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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快吃吧 不是吃完了还要赶路吗 兄弟 你看咱家 咱爹 你大哥大嫂都为革命牺牲了 你二哥又去了南方 家里就剩你一个儿子了 实在不能再走了呀 那以前人家家里是独子的 你们怎么劝人家参军啊 你们那首歌怎么唱的 最后一把米 冲军粮 最后一块布 做军装 那最后一个儿子呢 最后一个儿子送哪里去 在家里藏起来 快吃你的饭吧 老落后 你是 娘 娘 你别生气了 他小孩说话没听没中的 你别生气啊 小叔 你说谁落后啊 你说还说谁呢 不是爷爷才老落后吗 可是爷爷已经没了 宁宁 娘 你找打呀你 娘 娘 娘 转转好了 赶紧趁着躺下吧啊 娘 躺下吧 娘 她小孩说话也不知道深浅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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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就这么一个男人了 别说你 哪儿也不同意他去啊 咱家又分那么多地 人都走了 谁来跟啊 馨月 忙了一天了 你赶紧搂俩孩子睡觉去吧 娘 你也早点歇着吧 你爹 thế 那我只想功能 没有 跟你不赖 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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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再不赖 就算城 老公 对 他爹 他也吃不到了 你儿子 他也想去当兵 俺不叫他去 这会儿走得太远了 去朝鲜 这么冷的天 到那个地方去打仗去 你看看 咱老大没了 老二又不回来了 咱就剩下这老三了 他就要去 这是党的号召 哪要一跟他说 他就骂咱老落后 这孩子 都叫你惯坏了 一点知不到董事 知不到体谅大人的心 没有 他爹 妈怎么办呢 妈怎么办呢 好